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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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再过两年 这美味的早餐店将成为老饕们口里说着的回忆 不是因为老板要退休 而是这里将要被一位屏蔽 很难讲的是很伤心 就是一下子这样就消失了 不要说我们做这个就是住在这边的人也很伤心 要搬走也很伤心 征收价真的实在太低了 这个住了四十几年的店面 他才征收 你要是没有提早半天才两百六十几万 我真的是很不认同 真的 太多忧郁症了 因为我住了那么久 然后我生意三代同行做得很安定 他突然把我征收 然后价钱又那么低 只拿到两百六十二万 然后地是犯地 但是你要知道两百六十二万 我去外面怎么做生意 所以说你说 要怎么讲 心情不好 真的是 如果没有勇气的话 可能会真的会得忧郁症 不然你怎么办 民不以官斗 这个市政府都没有想到说 百姓的无奈的心声 所以要怎么讲 我们就随他 就配合他 抓手将家具夹上抓斗车 这些被堆放在社区公园的私人物品 并非不要的废弃物 而是不得不丢弃的财产 家里的铁窗拆了 家具也扔了 剩下的就是空荡荡的以前的窝 越看心越酸 舍不得啊 就感伤没办法 落寞 很落寞 越看越伤心 对啦 又这么多的家具你看 你的家具在哪里 我已经丢了啦 丢了 丢了 有了可以啊 有的 人家看好好就拿走了 有像沙发 像沙发啦 人家都拿走了 还有那个那个床腹 床腹我也好了啦 也是给人家拿走了 面对航空城计划 竹尾里是全面被征收的地方 看着居住一辈子的家园 要变成国际机场的一部分 内心的苦是说不出来的痛 看到这堆啊 这堆就是他们家 家庭搬出来的 征收屋家庭搬出来的 这是规定的垃圾 这是属于垃圾要归一堆 那大型家计的 归大型家计要分开来处理 所以说 每一个家庭现在清出来 都是非常的多 非常多 所以说今天清完了再走了 后续的搬家户呢 还会再搬出来 还会搬出来 所以说 真的大家都很辛苦 尤其清洁人员最辛苦 清洁人员最辛苦 这些住户呢 他们最辛酸 最辛酸 他们说我心很生的啦 还要搬 还要搬 这些都是我爱用的东西 结果我带没路 我带没路 我真的都要搬 搬着 越搬就越搬 这一条路是我们主委新开的路 因为主委以前这个地方是难地 但机场征收之后 第一次机场征收之后 准许这些农人他自己出来建房子 就是建在这条路 百年的房子的话 这里又是第二栋的 刚才那一边是第一栋 说着过去僻贱的街道 主委社区发展协会执行长徐耀德 带着我们走访社区大小巷弄 说着过去因为主委渔港新盛时所建唯一的旅馆 是当时渔工们住的宿舍 民国六七十年的时候 那主委渔港的渔获量很多很大 需要很多的渔工到这个地方来帮忙做捕鱼 当时渔工是外地来的 但他往上没有地方可以居住 他没有地方可以居住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边一个姓山的我们的这个地方乡亲 他就建了这两栋房子 做成了给人住的地方 所以他的名称叫做昆城女色 此外由于主委渔港丰富的渔获量 让社区小有规模的发展 尤其现捞的新鲜海产 让海霸王餐厅应运而生 且远近时迷 这个海霸王是在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因为主委这个桃园机场的相建 以及我们主委渔港 它有很丰富的渔产量 所以这个海霸王是远近温温海鲜类 很新鲜的一个餐厅 但很可惜的是 后来主委渔港的渔获量锐减 海霸王餐厅业者也转行 从事租饲料贩售 曾经风光一时的海霸王 成了社区凋理的写照 应该是九十几年的时候 慢慢的我们的渔产量没落了 而且这个老板 他又转业去做猪的饰料 所以这个海霸王他就收起来了 这个地方也是我们主委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餐厅 他虽然没有开了 但在我们村庄里面 讲到海霸王这一个餐厅的情况之下 也有很多大官或是神达的员务 都到这个地方来了 那在民国九十年 也九十六 六十九年的时候 民国六十九年的时候 碰巧我刚好要起食物 那也选他帮我们办了一百桌的变息 就在我们主委府外公前面的广场 为了不让在地文化随着航空城计划而消失 主委社区发展协会执行长徐耀德 发起编写毕业纪念册的构想 透过协会常年推动的闽南文化 逐一搜集相关物品 从中也挖掘出社区从古到京的发展历程 这个是闽南文化馆 是我们主委社区的特色 因为主委社区在推展闽南文化 那闽南文化这些东西 是古早的一些生活家庭 必须要用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吃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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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饭的时候 要用饭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这段 我们烧气 烧气 以前我们这叫灰浪 灰浪就是老大人 我们要他放在灰浪里面 让他保持他的温度 这就是我们床家所在 最爱用的东西 不管是我们去烧麻糬 还是我们床家所在 我们做产浪 我们要去烧麻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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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去烧麻糬 所以要去烧麻糬 这种的呢 就是我们古早时代 我们阿嬷 买来补衫 或是鱼鱼 我们所用的尖刷 是这种的东西 不论是早期用干饭的器具 还是郁寒用的火龙 甚至已经相当罕见的衬子 全部都展示在 竹围社区发展协会里 而这里最有名的 就是传统一格文化的保存 且还将这样的传统 变成文创品 永续推广闽南文化 我们竹围社区 本来是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但是因为竹围航空城 桃围航空城的问题 使我们全部要翻签 但竹围社区 而且还是保留 只要到113年 我们才会离开这个地方 那本来我们竹围社区所发展的 是跟我们北部这个地方的 明南文化都有些关系 那因为竹围社区所走的方向 是比较宽广的方向 早上的时候 然后我们这些长者来到社区里面 那就开始做我们的相康促进 做抵操 我们是用歌曲去做抵操的 那做抵操了之后 他们每天的运动 变成了我们表演的一个节目 譬如我们的十二近猜 就是早上跳了小苹果 那小苹果之后 他穿了50年代的旗袍之后 我们就可以出去服务别人 譬如说我们去 长庚养生村 外的育后院 还有台北大学的 他们的音乐会 去服务这些别人 本来他们是被服务者 但现在他们可以走出去 去服务别人 甚至于我们走入学校 去跟小朋友共同互动 变成花时代的 我们做我们的地方的年尾系 那小朋友跳他们的 圣诞节的圣诞的表演 这样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给这些小朋友 跟这些地方的长者 与居民能够共享 共赏 那传统 把这些传承加在一起 使这些俄乐融融 对于文化推广相当热衷的执行长 对长辈的关怀 还有协会未来走向 都有相当的蓝图 让协会呈现出活泼的特性 主要社区是一个家 那每一个社区来参观的社区 到我们社区来看的情况之下 都会有一个惊讶 怎么你们可以把米兰的东西 都呈现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些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些长者 他家里的东西 能够拿到社区里面来保存 那再来是我们这些的所有的布置 都是这些长者他们巧试用的 譬如说我们的画 是我们的长者蔡商业 他所画出来的画 再来我们有很多的照片 这些都是我们这些伙伴们所表演的 为什么 因为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把心情放松 你看很多的社区 所以男性的长者他们都不敢走出来 那我们社区的特色是 这些长者不但要走出来 而且很敢玩 为什么 因为跳肚皮舞的情况之下 这些长者很多社区来说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表演方式 因为出来就是不只娱乐自己 也要娱乐别人 放松了就可以 所以你带到很多的场所 影响到其他的社区 所以所有社区 你进来了 不但在一楼可以看到我们的闽南文化 二楼可以看到我们的客家文化 所以族群的融合 以及我们的外配 以及我们的新移民 是移工 在这个地方 他都把它当作自己的家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 鵝肉融融的一个地方 大家年纪力很高 不分彼此也没有 不会有计较 不会有争执 那种氛围 就是讲不出来 但是直接上就觉得很好 整个布置来讲的话 可以看到什么样子的东西 可以看到我们社区的关节 可以看到我们社区 它守不住 它有他们的专业 它有专业 它有专业 他们的专业 把它们的专业移到我们社区 所以我们才有成功的作品出来 将协会打造成家 凝聚成员之间的向心力 执行长甚至会透过大家 彼此的专业 一起打造更美好的协会 天花板上挂着的F16 就是毅力 做这一架是要出去表演 临时临时交代 那时候都有一点概念 但是结构方面 就做无论任何东西 结构最重要 然后就蒙笔 然后采会 这三样 这三样结合 还有电 这三样结合 在一起就可以做 但是不是每个 像我退休人员 他有的有上班 一下子没有办法集合 都要挑个日子 不是周六 这是礼拜日 套时十多天完成的战斗机 虽然只是布置 但经过焊工 铁工 彩绘 电工等不同专业的人才 制作出来的装置品 加上特殊角度的摆放 让一架F16 呈现出最美的姿态 赏心悦目 飞机的姿势 它的外貌 像飞机 客机来讲 你飞上去 从底下看上去 就贫贫 你快好以来 最好看是它变面的 指尾刺 机刺 发动机 都看得到 看得很清楚 对 所以这个F16 一定要斜的 一定要斜的 然后请斜的 还有 翻过来看 从对面看 才好看 它飞机刺 是最美的 是这样 这个都有老师来教的 扮演着灵魂人物的 徐耀德 一点一滴的保留社区文化 从闽南到客家 还结合新住民 点点滴滴 记录在协会的大小角落 如今还逐步扩大 将整个社区纳入它的保存范围 小朋友听得仔细 看得入迷 原来庙宇也是帝树殿堂 爸爸妈妈以前常常带我来 我都不太了解庙 今天学校带我来 我比较了解 这些都是之前 从福建 泉州的那些印过来的 泉州石 泉州白 青斗石 以及我们北部的观音石 那用这些来 用人工的方式来雕刻而成 那因为师父不同 所以呢 他的雕刻的这个计划 都非常非常的可看性 那再来呢 因为我们有这国宝级的 这个建筑师跟设计师 也就是林新勇 在我们第一期的工程林晓宝殿 就是我们林新勇 在地的建筑师 他所设计以及建造的 那第二期第三期呢 就是由我们的 也是国宝级的 梁绍英 梁绍英老师 他所规划的 因此整个庙宇来讲呢 是值得 是一个艺术殿堂 每一个细细看它 每一个雕刻 每一个木雕 每一个石堵 都是非常具有 这个忠孝仁义的一个 这个雕刻 这个故事的 竹尾里 临近机场又靠海 福海工是当地 百年信仰中心 里面主寺的 并非一般认知 海洋传钓者的 守护神妈祖 而是 另一尊相当灵验的 福姓王公 长长的胡子 是他的特征 也是因为这样的特征 传出许多香野趣闻 有渔船出去捕鱼 遇到了风浪 遇到了风浪 他不知道方向了 那不知道方向 有一个 捕着很长的人 去把他带回到 他们的渔港 那后来 他们这些 渔船的那个船主 就跑到这边来 找到我爸爸 然后问他这一个 状况 他就带他到 这个地方来 他就 对 这是这一个 神村 这个是 他们真正过来的状况 不像 我那个时候 思想时候 碰到 实际上的状况 雄伟壮观的福海工 有着数不尽的雕刻品 几乎都是人工 一敲一凿 耗费时间 与心力制作出来的艺术品 但随着航空城计划 这里也将收归国有 而跟福海工 有着相同命运的 陈康国小 对于未来文物 该如何保存 也有相同疑问 我们学校是被废校 那庙宇是要 做一个千庙的这个动作 那我觉得保存下来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 意涵是想要凝聚一个 就是一个 家园或者是凝聚社区的 情感的所在地 所以其实庙宇它 听说将来是会被迁到 我们那个空军基地的那个地方 会有一个新的都市的一个 开发的一个区域这样子 那它的存在 我相信就是对社区的居民也好 或是对一个乡里 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 凝聚的一个力量 所以它能够被保留 是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流程的方式 这样子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听说啦 他们一定会进入我们现在的海津基地 应该还是闽南市的建筑 差不多建筑是一样 但里面的装潢 大概会有所变动 为什么因为以前他们所来建的都是 就是老手的老师傅来雕刻的这些艺术品 现在的大部分不太可能有这些老师傅过来 因为第一个工资贵 第二个这些技术要留下来的话 机率都很少 现在大部分都是用电动的调科比较多 音箱里传来 当我们同在一起的变调曲 协会长辈们肩并肩 对自己生长的地方做最后的巡礼 许多景象虽早就误患心仪 但对于要离开故乡 还是难掩落寞 真的要分离非常痛苦 叫大家这些长者 先把我们所住的地方稍微寻理看一看 回味一下 以后才不会留下遗憾 铁门缓缓上升 执行长带我们来到社区的日式老宅 这里原本是庄长的家 虽然一楼感觉是在平常不过的店面 但走上木制楼梯上到二楼 像是穿过时光隧道 一独早期日本的建筑风格 它在日本时代来 它的墙壁都没有去做装满过 本来的砖造的墙壁就呈现在这个 它这个本来也是上面有放一个榻榻米 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现在榻榻米 我们比较不习惯 所以变成用木头的 它自放更动 它自放更动 传统的日式建筑 从头到尾都没有更动 完整地保留下来 就连住在隔壁的早餐店老板 也没见过 看得是嘖嘖秤起 不太一样 它这里看起来怎么样 它这边很新 它有没有 很新啊 你们家的是怎么样 我们改的比较多 屋主每次回来都在哭 对啊 为什么 很死不得啊 真的是在 这样好的东西的话 就会变成 废弃物一样 丢在旁边了 所以很多的东西 都不太可能保存下来 同样的住屋 但屏数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会使我们很多的东西 变成都是一个低调的 那要买新的 都变成一个浪费 具有历史价值的老宅建筑物 也不敌政策的执行 属于在地的文化 即将消失 能补救的就是 透过文字 照片 与影片的记录 这个是我们那个 遗传 还有这个是我们 丰收的 竹尔遗感的刊登 彩色印刷的书籍 里面记载的 都是逐围社区的记忆 有人物 有文化 还有许多古早时期 传下来的记忆 这可是执行长 爱家爱户拜访 所得到的珍贵记录 如今 编撰成册 也交付印刷 呈现出来的 不单单只是一本书的价值 主委的毕业经验册 我们目前访问了林阿琳先生 他是鰻鱼的养殖者 也是第一个接触日本人的鰻鱼的输出 所以因为它的影响 我们整个台湾的养蚂才这么兴盛 把这些所养的蚂鱼输出到日本 另外的是我们的建筑 不管是我们的海报王或是昆城旅厕 我们都会有访问以及把照片呈现下来 就是因为主委大部分的建设会不见 所有的人物也会因高龄化凋零 需要的希望把主委的特色 不论人物还是建筑 通通保存下来 透过主委毕业经验册 永续传承 我们会再加强再把我们主委 另外因为我们这个毕业经验册 在FG上面刊登之后 有很多的回应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加强 这个毕业经验册的数量 以及它的里面内容的增强 希望政府能够提供资金 将每户做一册给他们 代理我们这个主委的地方 给他们有一个纪念的手册在 目前仅出版100本 执行长强调会再加强内容 未来2.0 3.0将会陆续出版 也同步分享到脸书 让更多人了解到主委 这个即将消失的地方 也向师傅争取 希望让每一户都有一本 将记忆永远留存 当我们就要分离 要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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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就要分离 其痛苦无辟 你对着我在哭泣 我对着你哭哈哈 当我们就要分离 我们就要分离 队旦行古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